And now to Japan, the host of the Summer Olympics will not provide Chinese-made vaccines to participants of the games 中共与国际奥委会合作为准备参加奥运的选手提供疫苗 不过主办国日本已经拒绝 因为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没有获准在日本施打 澳美报道在日本拒绝之后 澳洲奥运委员会也于13号表示 不考虑中国制造的疫苗 澳洲奥委会执行长卡罗尔表示 将继续和澳洲联邦与州政府合作 替运动员做好准备 有信心运动员会在抵达东京之前完成疫苗接种 中共企图利用疫苗外交提高影响力 但因疫苗资讯不透明 大多数西方国家拒绝批准 中共又集出签证便利 诱惑海外人士接种 12号 中共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工署 发布通知称 自3月15号起 从香港进入内地的外国人 如果打了中国制的疫苗 只要提供疫情爆发前所需文件即可 不必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和健康与旅行轨迹等 外界批评这项新的入境规则是在与西方疫苗的竞争中产生的 有网友议论这是赤裸裸的疫苗绑架 并称这是土匪逻辑 强卖强卖 新唐人亚的电视页 N级变异 N级变异 詞曲 李宗盛